NBA新赛季即将开打 3565万美元,詹姆斯3565万美元,威少3535万美元,戈里芬3187万美元,海欧德3121万美元,洛瑞3100万美元,乔治3056万美元,康利3052万美元,哈登3043万美元,乐福3010万美元,杜兰特3000万美元, 正12位球员中,康利去年就是NBA年薪最高的球员,今年依然霸占额最高薪,同样,詹姆斯去年也是为数不多的年薪超过3000万的,今年和胡仁签了4年1.5亿美元合同后,他的年薪依然保持在高水准,保罗这乡也是同火箭签的新合约,累计4年,正是跨入3000万年薪球员行列。 当然了,还有一些也是今年夏天签的合同,比如乐福,乔治,另外像康利,他的3000万年薪,是进了16年工资,冒突然上涨的东方,要知道康利是从来没有进过全明星的球员。 大家经常说高薪低吗?上赛季之金尼尔沙普拿到3000万美元以上年薪,但是并没有出多少力,那新赛季这12位球员中,谁会有可能成为高薪低能球员呢? 我想应该就是康利了,康利最近几个赛,既饱受伤病困扰,回归后肯定没有以前的状态了。 况且康利这样的伤病是很影响其职业生涯的,不出意外,康利的合同将成为垃圾合同。 如果大家还记得,上个赛季只有三位球员有3000万以上年薪,新赛季达到12位球员,如果再往后推,拿3000万以上年薪的球员会越来越多。 以后如果要评价超级巨星的年薪,那至少得3000万美元以上起,要不然还真不好意思称作巨星,看了新赛季3000万美元以上年薪球员数量,球迷是怎么看的呢?